第一列从中国浙江启程的货运列车 在今年1月18号抵达终点站英国伦敦 全程用了18天 如今这列货运列车已经回到了中国境内 同时还首次带来了欧洲商品 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欧洲的商业联系 这是第一列从欧洲出发前往中国的载货货运列车 以往中国直通欧洲的货运列车 在卸货之后都会空车返回中国 随着这列货运列车顺利抵达中国新疆阿拉山口市 意味着中欧之间的商贸交易往来 获得进一步提升 我们这批货物大概有41个集装箱 210吨左右 货物的品类大概有红酒 婴儿食品 还有一些矿泉水以食品类的为主 这类货物在国内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大概占我们进口量的30%到40%左右 那这一趟搬链也是我们首趟从英国开出的搬链 之后在未来我们也会将这个搬链进行常态化 这列货运列车行驶了12000公里 途中经过9个欧洲和亚洲国家 它在阿拉山口市停留5天之后 就会继续形成回到中国浙江的义乌市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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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